好 再来关心疫情了 看到现在不明感染源南北窜 所以破口让人担心 首先来看到在高雄的部分 今天早上也召开了记者会 再爆出13名的确诊 那么高中部分今天 都是来做筛检生 传出一般的学生 直接再来隔离 那另外可以看到 在台北的部分就是和平医院 和平医院传出 是照顾发烧筛检战的护理师确诊 连带影响她的丈夫 还有她的小孩都确诊 市长科文哲认为说 这个案例反映出来什么呢 就是社区有不明的感染源 但是外界更担心 质疑的是说 在这个院内感染 是不是来看到这位陈永泰医师 他在轮手A7 新冠肺炎隔离病房时 同时他又照顾了 在一般病房的病人 你可以看到在A栋 隔离有8位 B栋一般主演有6位 是不是因为同时的照顾呢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破口 但是现在院方说是行政书师 医生并没有同时来照顾 好在获理师一家四口染疫 还有台北市南门国中 全校裁检有2476人 因为在南门国中传出学生确诊 已经也安排了全校师生 2000多人都来进行筛检 那么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的是 在嘉义 嘉义喜宴的传播链 是北传到了云林 所以今天呢在云林的部分 西罗农工进修部 传出是有高职生确诊 那么还有可以看到 高职生是在21号 晚上上课上了一半 接获通知 因为同住的家人染疫了 他上完第一堂课 回家隔离 到了23号 披萨二彩因转阳 学校立刻宣布 进修部停课 会停到这个月的30号 日间部呢是正常的 而另外前一天也传出 云林工生放学之后 把放在学校书带回家 还家长以为 小孩很认真 因为才知道 是学校为了预防性停课 才先来做准备 同时在文昌国小 也有足迹重叠 学校里弥漫一股紧张气氛 云林新罗农工 传出有进修部学生 PCR二彩因转阳 学生人人自为 原来此个案 和日前确诊的 退休校长有关 当初退休校长 不只传染给妻子 她11天当中 在外头过夜7天 传染给亲密友人 友人的神学院女同事 跟着染疫 没想到现在 连女同事的高职儿子 也同样确诊 隔岸是阴转阳 所以在她被拘格之前 是没有传染力的 学校的部分 我们并没有宽列 相关的人员 确诊的高职生 3月21号晚上上课到一半 突然接获通知 同住家人染疫了 她还上完第一节课 才回家隔离 直到23号PCR2 采音转阳 尤其日间部和进修部 学生使用的教室重叠 也成为一大隐忧 日校的同学 就照正常的上课 然后全校的师生 采自主健康管理的模式 校方紧急通知 进修部预防性停课到30号 共71名学生受影响 日间部照常上课 另外文仓国校校内有学生 和确诊者阻击重叠 已被匡列隔离 目前云林累计有13所学校 自主性预防停课 前一天更传出 有学生把学校的书都带回家 让家长惊呆了 看来这波传播链还没停止 记者廖文斌 连元斌 王百英 云林采坊报道 好 让大家担心的是 和平医院的护理师女儿 确诊了 那么她就读是北师母国中 在一班停课 三校师生超过2400顿筛检 但是结果在肩上还没出炉 但是现在呢 和平医院爆出疫情 还传出一名肾脏科的主任 陈永泰主任呢 他在轮守新冠肺炎隔离病房的时候 同时又照顾了一班病房的住院病人 所以很可能会是破口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轮守A7的新冠肺炎的隔离病房 那进入病房 探视隔离病人 但是同时也照顾了一班病房的病人 医院坦诚说是行政的疏漏 经济处理 位于台北市中正区这所国中 由于和平护理师女儿确诊 只有一个班级停课 一大早家长送小孩来上课 都相当担心 心里不安嘛 看有别的学生确诊 全部检测出来之后 再放行上课会比较安全 除了国中之外 同一个出入口的 还有国小以及幼儿园 确诊女学生是国中部 CT值只有13.9 病毒量高 全校师生扩大裁检 2476人 但上午结果尚未出炉 周边的学校也加强防疫 有国小已经要求 禁止家长进入 实际责访三间国小 的确发现家长 送小朋友到门口随即离开 和平医院确诊风暴 延烧进校园 如今又被爆出 院内有防疫破口 有民众向议员爆料 身兼肾脏室和内科主任的 医师陈永泰 照顾的病患当中 八位是A栋病房收治的 新冠肺炎病患 六位是B栋一般住院病患 遭控诉 上个月二十三号 伦手A7新冠肺炎隔离病房 需进入探视隔离病人的时候 又同时照顾一般病房的病人 该医师因忙于疫情及照顾病人 以至于行政疏漏 位于第一时间 将非确诊病人 转与代理医师 很愿意查明处理 院方坦诚疏 但是一时疏忽 分舱分流出现管理问题 恐怕形成防疫破口 负责督导的地方政府 恐怕也无法谢责 记者林郑坚王一仲台北报道 而另外呢 在南部台南市传出 有新的确诊个案 是在东区的后甲国中 永康区的永信国小 也紧急的宣布预防性停课 家长套路说 确认者是全家长 后甲国中永信国小 都有学生遭到匡列区隔 上课的班级停课两天 断考就延到下周一 至于其他班级停课一天 全校来清晓 明明已经上课时间 但台南后甲国中学生 却在门口等候 看看大门口张贴 今天停课一日 孩子们都在等家长来接回家 因为要消毒室内 就是教室里面 昨天半夜 大概一点多的时候 学校的群组 传出说 因为有学生的家长确诊 所以学校今天 就是要停课 传出有学生家长确诊 24号全校紧急停课 但光从21号算起到23号 已经过了三天 这三天师生都陷入染疫风险 今天全校停课一天 进行环境的清销 那该班级是停课两天 确诊家长孩子所就读的班级 24号起连停两天课 其他班级停一天 一二年级的断考也延到28号 同一天也传出停课的 还有台南永康的永信国小 他要去教室拿课本 那你们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停课吗 不知道 零时停课 有确诊者足迹重叠 家长被告知有学生 因为跟确诊者足迹重叠 狂烈居家隔离 因此学生班级停课两天 学校则是停课一天清销 家长临时赶回学校接小孩 根据了解 后甲国中永信国小 被居隔的学生是同一家人 就怕家长染疫扩染学校 也让台南校园全面绷紧神经 记者来关张台南报导 好 先让大家关注的还有疫情 疫情不止在北部 南部也有 甚至在高雄的部分 嘉陵16天破工了 在今天宣布在化学工厂 巡获确诊的 有13人感染 那么最早确诊的一名女员工 她是来到医院看病 筛检阳性 匡列职场同事10个人确诊 同住家人2个人 当中有一个人是前证 某高中的学生 那13位的确诊者 至少都已经打过两件疫苗了 但是现在还是挡不住 欧姆矿这个大魔王 初步怀说 另一名最早发病的男员工 是指标个案 但是现在感染源不明 学生家长上午拖着行李 重到高雄 前证区某高中 孩子家长一起搭专车 被载走 有的则是阿公阿嬷 趁隔离前 来看孙子一眼心情好交集 校方前一天晚上11点紧急发通知 24号一早学生7点到学校 全部不能进教室 全校师生大裁检 甚至有学生诊班被再到集中检疫所 因为高雄一口气暴增 13人确诊 第一个发现的个案是22394 确诊之后 空列他的家人执掌接触者 高雄嘉林16天后破工 爆发工厂群聚感染 40多岁女员工生病就医确诊 师傅宽略化学工厂56名同事 其中10人染疫 同住家人也有两人确诊 其中一名还是高中生 总共13人 这13位里面有个共同的特色 10个打过3剂疫苗 确诊者全部打过2到3剂疫苗 还是挡不住Omicron大魔王 确诊足迹也是多到不行 从数十店餐厅轻轨站超商 通通有疫调初步怀疑 案例22456 60多岁男员工 17号先发病 怀疑就是最早的感染者 但依旧感染源不明 目前已知的高风险的一个外线市 这个部分停留或旅游的一个状况 不排除感染源可能来自外线市 由于确诊个案参加喜宴 其中宾客来自高风险地区 是否还在进一步疫调 只知高雄突然疫情大爆发 民众人人自危 这里一亲王叔 SN 讲组 高雄岛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鱼菲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享优惠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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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